兄弟Bravo Legend 向傳奇致敬活動引起廣大迴響 29號請來假日飛島手 陳奕信開球 跟舉辦背號傳承 要把這兄弟向第一代本土王牌十七背番 交給侄子陳鴻文 替球迷問一下 陳奕信 你敢不敢 我不捨不得 他比我好就穿 任何人都有這個機會 都有這個能力 他既然要跟我講 那我相信他 假日飛島手 當年只要一登板 幾乎就是黃山君的勝利保證 生涯累積一百四十一勝 八十四場玩頭 十五場玩風 至今仍是中華職棒第一人 陳鴻文接下叔叔的傳奇十七號 壓力立刻來囉 先發投手一百四十一勝 如果你的定位在救援的時候 你一年抓三十個救援 三年九十四年一百勝 這就是目標 叔叔給你的這個目標 我這樣講對不對 前提就是紀錄 但是沒辦法超越 但就是精神 精神跟鬥志 對啦 他一直延續下去這樣子 手臂不能斜 不能拉弓箭 向傳奇致敬的另一項高潮 就是陳毅信擔任開球投手 找來他的老搭檔 目前桃園總教練洪一忠揭捕 讓球迷重溫這對最佳拍檔風采 傳奇 台灣能夠拿二十勝的投手也沒幾個 二十二勝 他說二十二勝 我說二十勝以上 真的是沒幾個啦 所以說他也是其中之一啦 不簡單啦 臭屁城 果然是臭屁城 硬要強調一下自己單季二十二勝的豐功偉業 但也就是這樣的鮮明性格 陳毅信就算年過半百 球迷對他的喜日風采 依舊難以忘懷 網友新聞綜合報道